漁民手上拿著橘色貝殼 可別小看它 它是龍宮翁龍羅 早在四億年前就生存在地球上 可說是一種活化石 經期漁民出海捕魚意外捕撈 興奮不已 因為這次龍宮翁龍羅 如手球一般的大小 更是難得一見 價值上看百萬 漁民興奮不已 布洛地點就在龜山島附近 宜蘭投成漁民出海捕魚收網時 意外發現這個活化石 就連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主任 鄭明兄博士也驚訝表示 先前民國59年 台灣近海城捕撈一枚活體 就要40萬元左右 極具價值 2020澎湖也有漁民捕撈過 但體型較小 像這回遇見寬20公分 高15公分 這樣大小相當不容易 數量也是屈之可數 強調若想養活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因為很多深海生物 要是沒有深海壓力 棲息生態不同 很難生產下一代 至於捕撈的漁民表示 他目前打算要出售 希望能有玩家收藏